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1988年出版 我想 但凡是学历史的人 没有人不知道黄仁宇教授 普通人如果不知道中国大历史这本书 大概也是听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的 对 这两本书都是他写的 我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在国内 但《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是到了国外才买到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黄仁宇先生他因为早年有十来年的从军经历 那他自己自我解嘲的话来说是 学术未成 先习剑 用剑无功 再读书 所以他看待中国历史的时候 不是以中国传统的断代史来看待历史的 而是以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整个历史 也就是说他借用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这种说法 然后放到历史里面去 不是以某一个历史积元弹某一个历史人物 某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待当时的历史 而是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线索高度归纳历史事件 然后按照为什么会这样展开的因果关系去看整个历史 他不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 也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检讨历史 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是不由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很多事情的发生是一种必然 所以他的历史观和传统的历史观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的传统历史是以断代史为基础 比如说二十四史 全部买齐了可以堆满一面墙 但是他的这本书中国大历史 是一种非常简略的 可以说是极简极简的中国史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本书的结尾他画了一幅图 来解释了他写这本书的哲学立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几段 历史之总意义也如这图所示 在其整个的美感 人类整部历史不过约一万年 在宇宙的生命里不过是极为短促的一部分 而我们所能理解的宇宙生命 尚且可能是更大失误当中的又一小部分 如康德所说 事物自身非人力可得而知 在弧线的前后 我以虚线画出 此不过根据人类历史 推想起来宗去计 如此看来 实现的真实性也靠虚线之赔成而得 并且也只有相对的意义 人类历史之大块文章 以长远的距离市值属于神学领域 作者的经验实量有限 只好像英武学者一样 将大哲学家康德提出作为交代 除此之外 我不能将我个人有限的观测 去推论无可知之术 同时 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 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 并无预言的意义 现在有不少教科书作者 在叙述西方事务时 趁空插入一两段 与关中国琐碎之时 而称之为世界史 在我看来 人类四分之一的生活历程 不容如是草率处理 尤其在我们已临到一个紧要关头之时 所以我提出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 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 然后才提到 它与现代西方冲突 与接触的全部经过 这样的安排 也确能使我们观察世事时 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 以前 很多人认为 中国人全部合情理之处 既可因此病逝 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 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的重要 而人类长期忍耐力之伟大 也因之而显然 个人对以上的反应不同 可是能将一个古老国家的维新 以及它重新振作的态势 笔之于书 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觉 并且希望读者 以后 让你再来一遍